比特币势不可挡 你和你的小伙伴都上车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口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9号 星期二 我是Eric 今天澳股大盘回调 下跌了48个点 收跌在6833点 今天领涨的是澳洲本土投行的龙头 麦考瑞 股票代码是MQG 他们今天公布了自己的财报 营收表现十分的强劲 旗下管理的资产已经到了5509亿澳元 今天他们的股价上涨了8块8 收涨在了143.08澳元 涨幅第二的是GNC 上涨了4.74% 价格收涨在了4块4毛2 今天跌幅最大是Challenger 股票代码是CGF 也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 今天也是公布了一堆的公报 公告 时间有限 我实在是看不过来 但总的来说 他们的每股净资产 从5.07缩减到了4.28 净利润下降了23.1% 确实是比较让人头疼的结果 贵金属方面 黄金从昨天收盘的报价 1814左右 一路上涨到了1841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晚些时候会公布 德国12月末的一个金长账 以及12月末的贸易账 美国方面则会公布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 而在咱们中国国内 有资产配置的朋友 则可以关心一下 咱们中国一月的货币供应量 的相关数据 马上就会公布 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公布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的第四季度的持仓情况 他们重仓了IT 金融 以及金融 以及医疗保险行业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晚些时候会公布 德国12月末的金长账 以及12月末的贸易账 美国方面则会公布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 而在咱们中国国内 还有资产配置的朋友 我都可以关心一下 一会儿中国一月的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数据 都会公布 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公布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的第四季度持仓情况 他们重仓了IT 金融 以及医疗保健行业 持仓比例分别是22.88% 15.6% 以及13.39% 贝莱德也表示 现在全球金融业都处在一个重大变局的前业 碳中和目标将会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的资产配置格局 也希望我们投资者能够将更多的目光 投向那些有潜力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那些企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 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